在国庆期间,深圳一万多架无人机上演了一出赛博烟花的好戏 但这一出好戏却把国外的网友给吓坏了 中国的实力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韬光养晦了 大家好,我是施涛 在大家欢度国庆的时候,各地都进行了一些庆祝的活动 那么其中深圳的庆祝活动相当精彩 是由一万多架的自主控制的编队的无人机进行了一次赛博烟花的表演 那么这些无人机自主在空中组成了各式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图案 甚至可以组成一个屏幕播放一些画面 那么这样的一个镜头相当的让人感到震撼 毕竟烟花这种不可控的爆炸 哪有无人机这种可以自由变换编队组成造型 来得好看呢 但这样的一个视频被传到了外网 那么国外的网友除了惊讶于中国无人机技术的先进之外 也纷纷的惊呼 哎呀,中国的无人机太可怕了 如果他们把这样的无人机用于战争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其实我们说 中国的这个无人机技术确实目前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独步全球的存在 那么这个某些方面呢 其中包括了所谓的风群的自主控制技术 也包括了我们类似于这种赛博烟花的这种集群 大规模集群的无人机的编队控制 以及自主规划技术 还有就是呢 最重要的 我们的无人机的生产成本是非常的低廉 那么这呢 造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全世界范围内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但凡想要搞这种赛博烟花的这种表演 也就是无人机群的表演 大多绕不开中国的无人机公司 而在这些公司里面呢 深圳确实是产生了一系列这种无人机公司 那是绝对的翘楚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大家还要想 那这样的一种无人机编队技术 是不是能够用于军用呢 显然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确实可以 但是呢 用于军用的这个风群无人机技术 可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赛博烟花的技术 高出了好几个档次 毕竟这种可控的无人机编队技术 只需要在我们表演的这块空域内呢 我们划定几个精确的啊 我们叫做差分导航的这么几个点 就能够实现大机群的无人机精确的定位 这个精确指的是什么 是在三维空间中偏差不超过几厘米的这种精确定位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定位精度是相当之高的啊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技术呢 就能够实现大规模无人机精确的这个布点 再加上这个啊 分频分指的整个通信技术 就能够实现在地面通过地面站 对无人机进行主点的控制 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下 显然我们不可能在假定战场 先布满了这个差分GPS啊 差分定位系统再来进行作战 那么无人机面临的环境是更加复杂的 因此呢无人机风群作战技术目前为止呢 采用的更多的还是无人机之间的互相的通信与识别 通过这样的技术呢 进行自主的网络布设 因此呢还没有到达所谓的这个万架无人机的级别 但是从论文中我们能看到呢 中国已经在实验所谓的千架级别的 无人机风群的啊 控制的这个技术 那么已经逐步的成熟了 而这样的技术呢 未来是可以啊 大家说啊 可以投入战场的 但是啊又要说回来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特点 我们热爱和平 我们发展的这些技术 一般来说不会先运用于这个军事 就比如说啊 我们发明了火药 但是火药在中国用于是什么 烟花给大家制造节日的气氛 而不是先用来打仗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赛博烟花现在来看 也是为人民的精神文化 需要所进行的一个尝试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我们在军用的技术上 我们就会落后于别人 而更重要的是啊 中国目前啊 类似于无人机技术这样 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领域 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像以前那样 叫做韬光养晦啊 我们不说别人就不知道 这种事情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么类似的技术啊 只有我们更加充分的展示 它用于和平的用途啊 恐怕才会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它 那么也是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展示 也会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更加明白中国科技的进步 那么这与这个啊 我们说这个144小时免签政策之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 他们亲眼所见亲眼所闻 能够打破西方世界 对中国的这种偏差性的 有色眼镜的报道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自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啊 说我们藏着掖着的这么一个形态 而是我们应该更加的开放世人 让大家看到中国技术发展的结果 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先进技术 对中国这个国家 抱持一种敬畏的心态 恐怕这才是老祖宗说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而这才是提高中国 在国际上地位的 更好的一个手段与方法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屏幕去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雲山 雲山 掐让大家的 elles 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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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在雲山 contin